公布了新計劃的價錢 還有裏面的套餐都全部轉換 可能有些你很喜歡 他說有跑車的試駕 如果生日是有遊船 但是也有一些是叫做求助個案 很多人都馬上轉換 轉換做五年 是的 轉換做五年 Hello 我是Leanne 我是Eddie Loeb 今集就是延續上一次我們講Visa的一條影片 如果大家沒有看上一條影片 都可以不用看的 因為已經有些新的更新 還有新計劃已經公布了 所以今條影片就想再講 亦都可以講一下我們的決定 和更新大家的結局 我們回顧上一條影片所說的事 上一條影片就講了兩大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Elite Easy Access 那個升級計劃已經結局了 8月15日就結局了 以後就不能升級了 第二個重點就是 10月開始Elite就有個新計劃 現在現行的所有計劃都會取消 如果要申請就要在9月15日之前去入表 有一個完美的形式 才可以用現在這些價錢 申請現行的計劃 但是在我們出片之後的幾天 第一個計劃已經取消了 沒有了這樣的限制了 即是說 Elite Easy Access的會員 現在現有的會員 可以期內 會籍期內 任何時間 前三個月 會籍滿前三個月 都還可以適合到這個升級 而新申請的會員 我都有確認過 如果你是9月15日之前去申請這個5年的計劃的話 你都可以隨時升級到20年的計劃 再說多一點 這個計劃是怎樣的呢 其實Elite Easy Access就是60萬 買到5年的個人在泰國居留的權利 這個5年內你可以隨時加40萬 追加40萬 就是total給了100萬 就可以加多15年 變成你是20年的會籍 20年的會籍就是Elite Superior Extension的會籍 上次出片之後 其實本身有很多觀眾都是在想20年的 因為一買就買長一點時間 但因為現在5年就沒有了這個升級的限制 所以很多人都立即轉彩 轉彩做5年 對 轉彩做5年 因為其實真的彈性大一點 你可以首先試一下這5年 或者期內看看你自己是否適合 或者有沒有其他政策的改變 在到期前再升級去長一點 所以大部分現在因為這個限制的放寬 就立即轉彩5年 其實也不是叫放寬 其實是原本應有的權利 因為為甚麼 簽約時就寫明 是的 因為當初買這個會籍的時候 都寫明是任何時間之內都可以去升級 但突然間就作出這個宣佈 很多人不滿 就會覺得Elite是否違反了 所以就這麼多人投訴 或者不滿之後就放寬 即是原有的可以繼續升級 另外第二個項目 就是說10月1日之後會轉新計劃 如果想用現行的價錢去買到Elite的Visa 就要9月15日之前交表 這個是繼續的 是對的 所以如果你們考慮會申請這些計劃 Elite的Visa 就記得一定要9月15日之前交表 其實也不可以去到這麼暗 你怕有少少申請要再寫進去 就遇到少少不法 我覺得是你當第一個星期就完蛋了 你是要交足所有的文件和表格 才算合規格 所以如果你有新賣 就今個星期好決定 或者入表申請 也可以簡單一點說 其實需要些什麼 就是流程 或者需要些什麼文件 其實都很簡單的 你可以上去這條link 那裏看回那份份 因為不同的計劃 那份份份有少不一樣的 就下載了這份份份 然後就要在上面用黑 copy簽名 簽完名之後 然後就測試一個soft copy 就去寫 加上你的passport的影印本 passport是要有一年期的有效期的 還有一張相片 這幾樣東西其實都很簡單 將這幾樣東西在限期之前上載 你也都清楚裡面的資料是正確的 就可以申請到用舊計劃的了 我們上一條影片出了之後 都很感謝觀眾支持 就說原來知道我們是有得幫忙 refer 去做這些手續 就經我們轉介去申請Eli Visa 但是也有一些是叫做求助個案 就是他們已經申請了 但是就需要求助 原因是經了一些中介 或者人踏人去介紹之後 就經他們申請 但是好像一去就沒有回頭 或者收了份訊息之後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status是怎樣 或者究竟去到什麼程序 零兩三個月都沒有回音 問他就經常說是排隊排隊 我們又再一路了解 這些case 背後是哪些agent 發現了 是我們之前用的那間 原來大家都是上網 可能搜尋到一些以前的推介 就看到一間中介公司 也是我們兩年前申請的那個 所以我當年也有拍過關於簽證的影片 但我當時沒有推介任何中介 就是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好像有點弱 和自己的期望還是要出入 有些落差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介紹 總結了 其實最想提醒大家一點 如果你們找中介的時候 也有一點小提示 剛才問中介是不需要任何手續費 沒有額外的收費 你看到Elite的計劃是多少錢 你就會付多少錢 而且這些中介是可以在官網找到 他們的on list的中介 你看到網頁 就可以看他是不是認證認可的中介公司 另外也提醒一下 賺錢的時候 匯款是要直接匯去公司戶口 不是給公司戶口 不是給公司戶口 所以你們的金錢都要小心一點 再說一個小提示 如果大家來生活或申請Visa的時候 都要經過匯款 其實匯款可以用到WISE這間匯款公司 網上的匯款公司我們平時都有用 因為他的手續費是比較低 匯率貼近即時的價錢 匯率都不差 比一般的大銀行的收入費一定會便宜一點 所以都有一個refer的link給大家 如果經我去開戶註冊的話 亦都有第一次的免收入費 高達5000元轉帳都是沒有收入費 如果需要用的朋友 就可以在這裡看 我們放回資訊欄 所以回到後來 說回大家要申請Elite Visa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跟CM Legal合作 為何我們沒有去找當初的公司介紹 是介紹CM Legal 因為我們都經過一些朋友 亦都有觀眾去成功申請過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很有交代 如果你們申請交代表後 會收到Email確認 那他們成功上了表 都會給你們一個登記 你可以立即看回資訊欄 所以就不用擔心 我覺得他們是比較可靠的 所以就值得去推介 好了,講了那麼久的舊計劃 如何申請,如何之後呢 應該大家最關心 因為已經公佈了新計劃的價錢 還有裡面的套餐都全部轉換了 是不是變成500萬? 這個500萬,這個稍後大家再講一講 我給你看一下,有三個新計劃 你跟大家宣佈一下 5年去到90萬 10年就變成150萬 15年就去到250萬 即是年期和價錢有少許不同 裡面都多了一些 即是附加項目 即是你會籍包含的東西 就會有些職分 即是職分,換分 對,又好像一些QPON換分 這些分,即是每個計劃 每年的計劃有些不同 譬如5年 以前的計劃每年就有20個PON 這些PON可以換去Lounge 即機場的Lounge 對,吃飯、看電影 或者去車出車入 你可以用這些分去換這些Service 我覺得呢 就比以前貼地了些 彈性一點 以前可能每個計劃都不同 譬如我們只有4次交通來和機場的接車服務 但有些人可能未必出國 或者未必會搭飛機 他就享用不到 或者有些計劃是做SPA 打Golf 其實可能從來都不打Golf 其實都沒有用 但我覺得現在新計劃那些 就貼地一些 可以轉來轉去 彈性很多 即你可以選擇 可以10次去接車 或者我從來都不出國 不需要這些接車服務 我就可以換好戲票 看電影、吃飯的QPON 但當然這些都是 少少淋審的東西 你不會因為這些 十次看電影 而加入Elite 但是 有多少少 日常的東西可以用到 另外 網上有個 之前不斷說很緊張 會100萬變成500萬 即是五倍 其實他都宣佈了 有一個最高級的計劃 即是黑卡的 就是五百萬有二十年的 但是呢 不是說你有錢就加入到 這個 好像買手袋一樣 不是你有錢就買到 他是會邀請你 才可以有這個會籍 這個會籍就是 他說每一年 只會邀請100個人 還有應該是 本身都是Elite的會員 他可能見你很優越 他才會邀請你去不去 可能只是抽籤而已 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你不是有錢就買到 這個裡面 可能有些你很喜歡 他說有跑車的試駕 試駕都不是送給你 然後 如果生日有遊船河 普通Plan 生日有禮物 這個是類似有個 船河Party 即是再優質一點 但有沒有其他船河 但是我住青麥 那有沒有船河 他可能送你去布吉 這樣搭船河 不知道 不錯 這個就是最優越 即是黑卡版 去到 但想加入都不能加入 要他抽中你 好了 我們現在有新的這些架目 你又覺得我們應該怎麼抉擇呢 我們已經選了 你選了 我們先用這兩年半 所以 如果我們 現在加入生日沒有兩年半 即是更貴一點 因為我自己覺得 那個加幅未去到很驚人 當然 人人都不想加價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又馬上做一個新決定 可能一來一回 其實可能那個加幅 因為我們已經虧了 那兩年 一來一回 其實可能差不多 因為他大概加30% 左右 五年那些是30% 如果十年那些 都加了50% 但是 對於我來說 覺得到時候才決定還可以 未去到季度 要立即 要買這個計劃 才是最划算 我又覺得 不是 而且 你也看到 他們可能的政策 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或者有很多新的玩法 我們就決定 都是以正制動 看看這幾年有沒有新方法 所以 這條片的總結 就是想更新大家 如果大家還在猶豫 因為現在有新計劃出現 那就可以舊計劃和新計劃 去比較一下 就能夠抉擇 當然舊計劃是便宜 便宜一點 如果你想著一年半再過來 當然是舊計劃 但你說過幾年後才過 那是再想想 就再想 所以 如果是要現在抉擇 就盡快 9月15日之前 就用我們下面這些連結 我會放在資訊欄 給大家參考 例如有什麼大概流程 還有怎樣聯絡我們去申請 都要在下面全部寫給大家 那我呢 那今天的更新就是這麼多了 有任何的意見或者問題 可以在留言或者DNA找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